市內消防酸設備系統介紹 第三單元 常見問題緊急處理 市內消防酸最常見的問題是太平龍頭故障大量噴水出來 處理的方式分成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到達地下室的消防機房 消防機房裡面有很多消防棒譜 有灑水、採水、泡沫跟消防棒譜 你要找到消防棒譜的控制盤 上面有寫消防棒譜控制盤 最主要是找到這個選擇開關 那選擇開關 你就是從自動的位置 現在是自動位置 把它轉到停的位置 讓棒譜不再運轉加壓送水 然後第二個步驟到達頂樓 這頂樓有一個消防管路 那這個裡面是頂樓的水塔 你棒譜一旦停止運轉的時候 會有改由頂樓的水塔供應水源 讓室內消防酸繼續噴水出來 所以到達頂樓要找到聯通的雜法 這是雜法 以孫時針的方向旋轉到底 然後把它水源關閉 讓水塔不再繼續供應水給室內消防酸 那或者是疊法 那連通的疊法 那這個疊法的關閉 最主要是將把手握緊 然後往上面推 然後乘一個90度 那就是表示已經關閉的狀態 那如果說有主動聯通的部分 你要找到這比較小的適應級 這個 這是室內消防酸的 這個要關閉 然後它還有連結到隔壁洞的 你一旦這棟關閉 隔壁洞的水源還是會經由這個款物 持續供應室內消防酸 繼續有水源 所以要將隔壁的連通的水塔的水源 再把它關閉 那第三個步驟就是通知 小網的專業廠商過來 做後續的維修跟處理 那簡單介紹到這邊 謝謝各位